有个叫鱼 下雨的鱼 他就想问一只鱼鱼 2331 那他89元入了重货 怎么处理好 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89元买 当然我想他有机会是 因为他最近的股价 是的 因为有机会是之前 可能配股之前买了 可能刚刚买完之后就配了股 错落过曾经82元这些位附近 但是起码现在已经上回来 我觉得一来 当日在其他不同的媒体也说过 为什么当时对上个星期的股价 会比较弱呢 毕竟你也做了一个配股 而且规模其实不是少的 都拿了整个百亿回来 但是其实本身大家最疑惑的地方 就是李宁手上不是没有钱的 他的正现金其实在体育用品股里面 算多的 也有成几十亿 但是问问人也要乘多成个百亿 除非你有很强的原因 告诉大家拿来做些什么 但是结果你看到其实 他的公布里面就不是太清晰的 用途其实也挺散的 就是可能有做些扩充 增加设备 走到国际 每一样都更深一点 所以我认为形成就不能够 释除大家 为什么突然乘这么多钱的一个疑虑 所以股价 你看到过去那个星期 曾经是弱过一转的 但是其实实际反过来说 虽然我觉得 你说现在可能他真的 没有太多实际的标准 或者实际的方向去用这笔钱 但是如果反过来想 就是起码现在这么多钱 就是加上手上现金有百多亿钱的时候 其实那个弹性是很大的 就是你真的想做什么都可以的 所以我想 对一个业务面来说 只要他不是用到一些 不知道做什么的地方的话 不是说悲观的 只是消贩人的配股 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还有你过去这两天 看到价格 其实慢慢收复配股的情况 兼且补充那个裂口 所以整个格局其实不是说太差 再加上论对上的季度 其实几个体股股出的贵律数据 虽然大方全部都是放慢的 但是李宁的情况还是最好的 比对于安达那些 特别当中的非拿跌的幅度 李宁是很硬的 变上我觉得 在实际的看法来计 再加上不断讲过一些 品牌日价、潮牌引数 这些都没有太大改变的话 我觉得其实有货不是太担心的 甚至乎你见到 我刚才也说的就是 这一刻我明明已经初步消化了配股的情况 所以我想如果你真的不是说 就算不是太长线也好 我觉得你定在现在的20天线 87.8这些水平 其实也接近当日的配股价 我觉得如果这些位置没有再穿多次 不需要太担心 如果真的穿的 你到时可能才输过过来的银子 考虑可能减一下磅 或者走一走 如果不是的 反而你博它升穿93-94元之后 以挨近100元做这种目标位 我们就给大家看 这种目标的 这个比较 当面的 这种目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